哈喽大家好久不见 那在这样一个崭新的视角之下 我要给大家来录一些 2020年上半年的一个 我最爱用的一些文具的一个总结 等在628之前给你们种一波草 然后你们可以马上去买买买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首先来讲讲笔类 这个几支笔呢是我 2020年上半年最爱用的笔 其中有星虫 然后也有我们的老朋友 我就从老朋友开始讲起吧 主要老朋友就是这一支斑马的 苏干笔和 这支斑马的这个荧光笔 都是老朋友我真的特别特别爱它们 然后 苏干笔就不用多说了 我觉得我已经宠了它有至少一年的时间了 基本上都在用这个然后我买的都是0.4的 我比较喜欢0.4的这个粗写 荧光笔主要是因为特别爱这一个色号 也是我朋友格中特我已经用光好几支好几支了 斑马里比较新宠的是这个 渐变的笔 你看它的这个笔心嘛 它就有渐变的涮解 然后但是它也有一些问题 我觉得它的渐变可能只有在第一 刚刚把那个 这个封的地方给取掉的时候 你写色会有一些渐变 然后第二就是真的用到笔心 那种交替的时候才有渐变的感觉 平时还是比较少拿到那种渐变的感觉 但是我还是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少女 这两支 所以我就有入 就它写出来的颜色也非常的少女 这个是真的真的新宠了 也是我近期才收到的 是果鱼汤给我寄来的 我也是收到了才发现 我怎么错过了这么一款宝藏的笔 你放心这个的安利 我是绝对发自内心的 它也是真的能够做到速干 而且就是它的手感也蛮好的嘛 可能我觉得它跟斑马的这支比起来稍有不足 就是它应该只有0.5的 但是斑马的这个是有0.4嘛 我还蛮有0.4的手感 但我觉得我拿这个笔鞋子 写出来也非常好看 自认为的非常好看嘛 然后手里这四支是一米星纯系列最新的 外壳的这种速干笔 外壳颜色是新的 比较漂亮复古嘛 我出去官网看了 它还有非常非常多 比如说少女系的 还很日常的那种笔壳 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感觉会比斑马便宜一些 然后本子的话想给你们推荐 就是两款这个轻薄款的活跃本 第一款这个是果育他最近 那个smart ring系列出的一个限定的封皮 我这里用的是一个牛奶的 还有可乐 非常非常好看 小清新 而且它是买二送二 送二的是送两套封皮嘛 但是没有送这个螺线圈 但是用我等会安丽的那个线圈 我们自己自己可以装定成一个活跃本 没有关系 买二送还蛮划算的 然后这个的话呢 是景公家的这个活跃本 然后他们俩就是我非常都非常喜欢 然后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 主要就是景公的这个呢 是八孔的 所以当中一袋写色的时候会各手 但是果育的这个是全孔的嘛 但是都很轻薄 而且可以360度的翻身 所以就我觉得也还可以接受啊 都很棒 而且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颜值高 景公他们家应该是会时不时出一些 这种不太一样的封皮 它也有纯色封皮呢 我还蛮喜欢买这种 就有一点点的那种小设计啊 几何形状的封皮 果育这次完全就是被它这个封皮给吸引了 然后再去囤货买的 两本里面我目前放的都是横线内叶嘛 没有横线内叶都用的是果育的 因为经常把活跃本 就果育家会有很多很多送的活跃起 所以我就直接用上了这个果育的 方则恩我因为家里没有囤货 我用的都是满了纹的 它那个格子会非常非常的浅 会比果育的一种浅 有时候我在视频里拍出来 就几乎是感觉没有隔线的感觉 还有就是我实在是太爱像这样子的便签了 所以我真的有囤非常非常多的便签 比如这个 这个是卓大网的一些便签 然后还有是DH文具店里买的这种 好看的便签 它这个还一小本一小本还蛮方便 就不会特别多嘛 下面有就是一些囤货的便签啊 也是6月份新收到一部分囤货的便签 我觉得小便签进度太可爱 而且就是哪里需要就可以去贴一下 胶水就粘在那里 而且又很好看啊 就是那种 我觉得增加一点点趣味性啊 美观性等等 好好看是不是 接下来来说一些 就是笔啊本子之类之外的东西 但是是我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使用频率非常高的 然后上半年嘛 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基本上都是宅在家的 因为我期末考试也是 年前就考完了 所以上半年 学习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家 然后就是这个板子 它虽然是之前的一个 算是一个合作产品吧 但是喜欢它 也是打新年利尔 就是收到之后 就一直在用 直接放在书桌上再用 当然它也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 好的话就是我觉得 可以直接放在这 然后有时候架着平板 架着书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嘛 而且它后面这个板子调节的档位 是非常非常多的 这是我觉得它蛮好的一个地方 但是 其实我也是收到了之后才发现 一般性这类的板子呢 占地面积都会非常的大 所以除非你有非常大的书桌 可以去摆这个板子 如果你是小书桌 还是不建议买这种样子的啦 像如果我在学校里 就应该不会用板子 因为书桌太小了 嗯 那反正就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也是 可以说是可有可 我看你自己需求 有需要的话 我觉得可以去网上 挑一个你喜欢的 有样子的板子 我记得还有一个透明的 我觉得好好看啊 下一个要说的 其实是一类型的产品 我不想去说某自己的品牌吧 我就是手里随手拿 我最近在用了一个机器 来给你们说 就是这种热明质打印机 对我给它热明质打印机 这类型的东西 我也是最近才发现 它其实 对于上网课好像还蛮方便 在某些时候 主要是因为除了像之前那些 非常基础的打to do list 打单词 我发现有时候打印gpt 特别方便 当然这个的话 也要你分清自己 哪些内容是觉得 没有那么重要 打印下来 可能放在笔记里面 会会更加的清晰 要分清楚哪些 自己是可以不去背诵 只要稍微看过几眼机 就可以的 像这种 这种的话其实都是 直接截屏打印的 gpppt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图片打印 后面也有 然后也因为之前会非常多的人 在问我 比如说某某品牌和某某的哪个好吗 然后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 首先这类机器它们 我觉得这个技术上是 都没有什么差别的 如果你买的时候 你要考虑清楚 你是希望买来打印图片 还是打印文字的多 打印图片你要去选清晰度高一些的 然后打印文字的话就可以不用选那么高的清晰度 然后关于它的那个 19度吧 我这边贴了墙上的 是三月份 三月初的时候打印的 然后它真的都还非常非常的清楚 本子里的绘画 就是渐渐的一点点打印的吧 也都还挺清楚 这个东西它确实就是说 保存的时间是没有那么长 不可能说保存一辈子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你要考虑清楚自己是要来保存多久的 如果你只是短期的 比如说一年左右 或者说一年到三年里面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有需要的话去入手 因为它也有那种十年用值可以去使用嘛 最后的最后就是打孔器系列 这个系列我觉得一直以来都饱受非议吧 会有人觉得它很无用 浪费时间 首先还是要看你自己的需求 或者你自己认为它是不是浪费时间 这一套是我 今年回家做新买的 因为我把我那一套扔在学校了 所以这是我新买的一套 我蛮喜欢这个配色的 这样真的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还有的一些配件就是 这个叫火焰链 对 它本来是非常长的一条 反正肯定有这么长 可以直接跟A4的大小是长度是一样的 然后我是把它剪开来用的 但我现在在家里打印讲义的话 我打印完之后都是上下各打六个孔 因为它这个机器按一下就是六个孔 我就首先就只按一下嘛 稍微方便点省点时间 而且这样子其实也还是不容易掉落的 尤其是我觉得你可以真的可以去考虑配一个封皮 需要封皮 它会比较保护你的资料 不是说这么随便扯一扯就扯坏 其实不会的 我也没有这么暴力 对不对 我觉得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期 当然这一期分享可能也比较特别 因为考虑到我自己上半年的学习环境 都是在家一个非常宅的状态 会有蛮多东西都是不太适合带出门的 比如说这个板 比如说扎孔器 但是那些笔牙本子 我觉得和我平时在学校会用的也都没有区别 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你们都能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